大家好 我是朱sir 今天想跟大家去介紹一隻 大家都很熟悉的股票 這一隻就叫做Zoom Zoom這個股份很多人都很熟悉的 股份也是升了相對地比較多 但是很多人對於這個股份 經常都說增長得很厲害 究竟是有多暴力 增長得多強勁 未必說是可以用量化數據去講清 今天朱sir剛好就有一份中信證券的報告 而且沒有了一些很擁長的文字 是純粹用圖表 因為大家知道是比較喜歡用圖表去看東西的 所以就用了一個純圖表的方式 跟大家去解析Zoom這個股票 究竟在很多的財務數據裏面的增長性 究竟有多強勁呢 今天想借這個圈章的報告 跟大家去介紹 之餘呢 在第二部分呢 我們都會講一點點 自己是日常生活去使用它的一些經驗 由於我本身都是一個投資學院的老師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教學的時候 都是需要是用Zoom的 所以我是Zoom的企業的客戶仔 之一來的 我想用自己是企業客戶的身份 去跟大家去解釋一下我對於Zoom這間公司 所運用的一些感受 最後呢 都會用這個勸箱裏面的一些分析的點子 去跟大家解釋 究竟它那個股值的模型大概是怎樣看的呢 其實貴又貴不貴呢 這裏可以直接跟你講的 就一定很貴的了 還是很貴得來 是不是代表一定完全沒有一個再注意的空間呢 就像之前 其實它升到去360多元那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很貴的 說起來吵了 但是最後呢 一出完業績之後呢 單日升成34多個percent 很多人都嘔嘴了 基本上 OK 所以等一下用一些客戶的數據呢 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基本上 那當然啦 我要聲明啦 就是剛剛好 有這份忠信證血的報告而已 我作為一個基金經理呢 我不是忠信證血的基金經理來的 OK 好 那我們正式去開始了 那首先呢 我們在講Zoom 增長的力度呢 在講是有疫情前 和現在疫情呢 仍然是處於爆發期之間 那你究竟那個數據的增長是怎樣呢 那我們可以看回這一頁 那這裡呢 它列出了是Zoom的企業的客戶數 那這一個是一個比較普通的客戶來的 就是說那些企業是僱員超過10個人 就是一些是中小型的企業啦 那所以很老實講呢 我自己呢 都是屬於那類的企業啦 就是說那個僱員呢 只是剛剛好 等於是多於10個人而已 一些比較少的企業 那我們會見到呢 其實呢 是沒有疫情之前呢 其實那個一直保持著 有一個所謂的增長度的 我們會見到 那個所謂的用戶那個人次呢 是從這一步呢 是31.5呢 就升到疫情沒爆發之前呢 那大概是81.9啦 基本上 那所以你看到 其實是都有一個所謂的增長性的 但是問題呢 我們會見到呢 是爆發疫情的 第一季和第二季的時候呢 你就見到是由81.9呢 砰一聲 升了幾倍 就去到265 然後去到呢 橫比呢 因為你知道呢 其實本來這個企業呢 一季與一季之間的對比我們叫橫比嘛 所以這個橫比呢 本身來說 都不預計它升很多的啦 但是你看到呢 其實也有一個比較猛烈的橫比的增長 由265就升到370 那然後呢 我們看回呢 下面呢 這個我們叫做重大客戶啦 基本上就是說呢 連銷售一下呢 是超過10萬元美元的 一些比較大型的企業啦 OK 是 你會見到呢 那個的增幅呢 也都是比較穩定的 基本上 那就由呢 是2018年左右啦 是184呢 那就升到去現在呢 就988 那而且你會見到呢 那個橫比的增長呢 在由今年開始呢 就是first quarter呢 就有一個比較大的 是所謂的橫比增長的那個傾向的了 基本上 那所以呢 我們從這個客戶的數據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是整體Zoom 那這個企業的客戶數呢 是增長的 是相當比較是厲害的 基本上 那而呢 我們就是說在收入和連銀的那方面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呢 有很多科技的公司呢 特別是雲計算 或者是SARS的企業呢 那基本上 他們都未必可以做到一個是正式的 正營利的角度呢 有一個正經營利的角度 那而我們說Zoom呢 也是作為一個 所謂SARS之類的一個類型的企業呢 那其實你會見到呢 它也都開始是正式的 是有一個的營利的 正的營利的了 基本上 那我們會見到呢 在一個是所謂2021年 那其實大家看到2021年呢 就不需要覺得比較奇怪的 這個不是forecast的營利來的 其實是呢 它2021的這個年度呢 你就當是呢 今年的first quarter 這樣OK的了 基本上 因為這個是美國報表呢 是show出來的形式是這樣的 有時候有某些的公司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見到呢 其實是去到現在最新的上半年的那個角度 那其實呢 你會見到呢 公司的那個淨利潤呢 其實也開始有一個正的淨利潤的了 基本上 那你見到呢 去到這裡呢 大概是兩億的美金左右啦 那當然了 兩億美金呢 其實呢 如果是半年賺兩億美金 你覺得這樣多竟少啊 其實呢 相對到它現在的市值呢 基本上 如果你假設PE的話呢 那以現地來說是相當之高的 基本上 但是不要緊 其實你知道華爾街啦 無論是我們香港在華爾街的角度呢 去sale flow的股呢 這個暴力的營收增長 已經是一個很美麗的故事來的了 那現在呢 是有了一個是更加暴力的盈利的增長呢 那其實呢 如果市場是forecast 是 double double 這樣跳上去的話呢 其實呢 股價就算貴呢 都會變成了呢 是然之成利的 基本上 那而呢 我們都會在這一頁裏面呢 我覺得是最主要是比較看回 右下方那裏呢 我們看到呢 全球的企業的電話系統呢 採用那個架構的那個比例呢 我們會看到在2015年那時候呢 基本上傳統的通訊呢 設備呢 仍然是佔了一半江山的 你會看到呢 相對雲通訊那裏來講呢 就是57個% 相對43個% 但是呢 我們會看到呢 是截至到2020年呢 其實已經是去到呢 雲通訊那一部分呢 佔比呢 已經是去到75個%的了 已經 那我們都expect呢 這個這樣的趨勢呢 是會不斷地延續下去呢 那個全球的通訊那一部分呢 就會越縮越細 但是呢 雲通訊那一部分呢 就會去到越來越好啦 基本上 好了 那而呢 最後呢 我們都可以看回呢 它整體的那個盈利的那個增長啦 那如果呢 是用回這個表的話呢 按回貴度那樣看呢 就會更加明顯啦 但是大家呢 都要有個常識啦 就是看科技股呢 一向都是看浪GAP的 就是調整後的淨利潤啦 那你會見到呢 其實呢 在疫情之前呢 那基本上呢 其實又不是虧損得很厲害的喔 你要記住 這個企業從來沒有說虧損得很厲害的喔 基本上 那在不是太好景的時候 那基本上呢 都是負0.5的 就是你會見到 在這個測試裡面 那很厲害的時候 賺很少啦 就是可能賺這個500萬美金左右啦 基本上 OK 那你會見到呢 疫情爆發之後呢 在近四季裡面的季度日理呢 就純粹是 就是2500萬啦 然後去到4300啦 然後去到5800 正式疫情開波那一刻呢 開拖那一刻呢 就去到呢 274.8了 基本上 那這裡呢 那個是兩億多 兩億多美金的靜利潤來的啦 基本上 那而呢 我們就說呢 都可以看回呢 下面那一刻呢 右下角那一刻呢 其實呢 我們就說呢 那個科技公司呢 呢 通常呢 那個Fee cash flow呢 都會相對比較強的 那我們呢 果然呢 就見到 Zoom呢 也都不例外啦 那你會見到呢 那個自由現金流呢 都是爆得來講是相對比較強的 而且你會見到這個Fee cash flow呢 基本上是多於淨利潤的喔 那因為你會見到下面裏面的Fee cash flow呢 是3.73億美元 就是呢 那個盈利呢 經調整有日理呢 就是2.74億 那這個絕對是好事來的 因為一向呢 Fee cash flow呢 如果是多於是Long gap的盈利的話呢 就是代表它那個是盈利的含金量呢 是相對是比較高的 那而最後呢 我們看回在右下方那裡呢 我們會見到呢 本土收入增長呢 更不利呢 我相信呢 將來那個增長的亮點就是國際收入的那一部分啦 因為呢 你只是用那個肉眼 你不需要看到這些數字看得很仔細啦 你只是肉眼的角度去看呢 國際收入裡面那個增長的那個速度呢 是比本土收入的增長為高啦 那而且呢 會見到呢 佔 國際收入所佔的整家公司的盈利的百分比呢 相對本土收入呢 是追得越來越近的 基本上 可能由以前是只有十幾二十個巴仙 去到現在的目測呢 已經佔到去四十個巴仙 相信將來呢 國際收入呢 那個 無論增長性 和佔公司的那個盈利呢 也會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 基本上 那這件事也是為Zoom的股價 或者是盈利上升的動力呢 打好一個比較好的基礎啦 然後呢 你都可以分享一點點 我自己的 就是對於Zoom的 作為一個用家的感覺啦 那首先呢 我覺得呢 其實它那個費用呢 我自己就覺得呢 相對來說呢 就不是說太便宜的 基本上 都有一些少許貴貴的 我會覺得 那大問題就是 貴貴的也好呢 其實你現在基本上 你被迫都是要用它啦 因為現在Zoom呢 就算你說有沒有其他同行的對手啊 老實說是有這個 就算Microsoft也出了類似這樣的軟件 甚至是說Zoom要收費的那些 那我就免費去給你這樣 但是來說是無用的 這個 很多人已經是習慣了用Zoom這一件這樣的工具 你叫它去裝其他的軟件的話 免費使用者就制很多使用者 你企業的角度 你當然是想省成功 用回免費的物體啦 但是有很多人去制嘛 你明白啊這個 那它是用哪個Pan4都不用付錢的 那它當然要你企業 就它是用Zoom的啦 基本上 OK 那所以就是說 變成了即使費用是比較昂貴呢 我們仍然作為商家都被迫是要接受啦 那當然我覺得 就是我真實用家的想法 我覺得商量比較貴啦 但是我都賺到有一件事 其實是比較user-friendly的 這個 就是譬如說一些的 就是類似沙斯這樣的服務的公司啦 可能我會設定幾個Pan4給你啦 譬如說是normal 然後就是premium 然後再去到deluxe那樣 那不同的Pan4就包括了不同的東西啦 但是呢 它們都會比較呢 是lugevany 會設定了很多不同的項目 就會給你就是說 哦 萬一你本身premium都夠用的啦 原來呢 你premium與deluxe之間呢 是欠了一個service而已 那不要緊要 那我就去特意設定了這個service給你 你就額外你只需要買這個pan4的service呢 就已經是可以了 就是top up 加錢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強行 因為欠了一個service呢 就要由premium轉去deluxe那樣 譬如說呢 我學校呢 最近都是的 當我幻想我是一個premium聽啦 OK 那我呢 在距離deluxe之間呢 其實是欠了一件事而已 就是我需要呢 將我學生的 是所謂的 就是聆聽的人數 就是可以去聽的人數呢 那就由這個100人呢 就轉到去大概是500人左右 OK 那如果我是選擇deluxe的話呢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啦 但是問題是deluxe呢 有很多的功能呢 我都不需要用的 那變成呢 就是說 如果是只有三個pan讓你選擇的 硬得好死的 那變成呢 就是對於這個商家來說呢 就不是說太過yosefendi啦 那但是問題呢 現在就可以不用升歸去deluxe啦 那就是用premium pan呢 然後不如再插回一個功能 就是由可能聽100人就轉到去500人呢 那就變成了呢 就可以完成了整件事 那當然啦 當然作為一個用家真實的感受 我會覺得呢 即使是拆開那個 拆開省件去賣呢 其實那個particular省件呢 那個性價比呢 也是相對來說比較低的 這個 就是說發育比較高啦 我會覺得OK 但是呢 就是暫於商家的角度就好像有點負面啦 但是問題就是說 站在一個股票的持有者的角度呢 這樣就yosefendi啦 就是說覺得很好啦 基本上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互成俄啦 就是說其他的同類公司 都有這樣的service 都有這樣的軟件 甚至是免費給你的 你都不用免費那塊東西 偏偏是要被逼是用收費那塊東西之餘 那個收費也都可以高過其他同類型的公司的同類型的service 那這個呢 就打了一點點比喻呢 就是說在保險界裡面呢 有某一間公司 我不會免費哪一間啦 某一間公司呢 其實那個保費呢 是出名地偏高的 但是出名地偏高也好呢 但是P&P呢 所有人呢 或者很多人都會選他 甚至是會選到他去到什麼地步呢 就是擺明有兩間公司跟你去爭的 那個客人都會明白呢 兩間公司的同一隻pan 是A公司是貴一些的 B公司是便宜一些的 P&P呢 它都是因為A公司的所謂的good view啊 或者是聲譽是比較好啊 或者是總是覺得service比較好 然後就選一個A嚴格便宜的B的 那所以呢 用那個保險公司的角度作為比喻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護城河的表現了 那我覺得呢 保險界都有一些這樣的保險公司啦 那在這樣的 所謂是通訊的設備裡面呢 我覺得zoom呢 也是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是作為商家的小小的真實的感受啦 好了 到最後啦 我們去看回那個所謂的估值那個角度啦 但其實呢 大家要有一個很基本的理解呢 就是說 現在有很多科技戶呢 基本上那個估值的模型呢 就是用PS的 即是所謂市銷率的 市值相對銷售額的比率 OK 那當然啦 增長到不同的公司呢 它的PS的Ratio都有不同啦 那如果按照呢 是一向美國的一些比較龍頭兼的增長得比較強勁的SARS的公司呢 其實呢 它的PS呢 大概是由二十幾到四十幾不等的PS OK 好了 那如果呢 你是呢 用肉眼那裡是直覺這樣看呢 其實這個PS的BAR呢 表面告訴你呢 它的PS的Ratio呢 是爆到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厲害的 基本上 那因為呢 綠色這裡的PS的Ratio呢 就大概是九十幾左右啦 OK 那所以你會見到呢 其實是去到PS去到很高的啦 表面上 那就是說PS去到很高呢 是不是代表是不值這個價啊 或者是會暴跌啊 那其實呢 大家又可以看一看 這個中信證券的 是對於未來兩年的盈利Forecast的那個角度啦 基本上 OK 那你就是說呢 如果你看回2021年啦 其實呢 你要記住呢 這個2021年呢 其實就是等於其實是今年2020年的意思 OK 大家要記住 那你會見到呢 其實呢 如果按回這個所謂今年那個角度呢 其實那個營收呢 通信證券會Forecast呢 大概是由六億美金呢 就升到十九億美金 其實這個很容易理解 也是很快的可能性會實現到的 你不需要對這個數據 有什麼挑戰的啦 基本上 這個企業增長數也是這麼高 而且已經出了半年的數據 那我們還有什麼條件去挑戰這個數據 是會大幅地偏高呢 那希望大家先評判 OK 那如果以2021年的那個PS的Rachel來看呢 其實是只有47的 那如果再展望多兩年 當然你可以說再展望多兩年 其實就是這麼遙遠的未來 給個官你做啦 那你這樣說呢 基本上沒問題的 OK 那也倒實說 你說 你串她說給個官你做 其實呢 我會覺得呢 它這個這個數據呢 那個Forecast呢 已經是低了的啦 就是我真心覺得它Forecast 2022和2023 就是相對我們正式來說 說的是2021和2022年的那個角度呢 其實它Forecast這樣的增長呢 其實相對來說 我覺得低了少少的了 基本上 OK 但是原因呢 我有機會再詳細一些 教Zoom這個股票的時候 我才再解釋為什麼了 OK 但是我們即使看回現在今年Forecast的數據 很大紀錄會實現的數據呢 其實這個47的PS呢 老實說呢 已經不是你想像之中的貴的了 因為我們講的是有某些增長性比較低的路頭的SARS呢 它照舊都有大概30或20個PS左右的 基本上 OK 那所以呢 我們得出了一個總結論呢 用PS的Ratial 再相對同類型的公司 再相對它現在這麼高的增長率 再相對它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所謂的隆暖性 或者是所謂在一個護城河的角度呢 我覺得這個PS呢 不算是去到太過份的 而且呢 也都可以明言 就是說這個公司呢 你發覺有少少少是疫情 就是受惠股了 不是少少 sorry 是一個非常大的疫情的受惠股了 基本上 那所以呢 就是會不會我們聯想就是說 當疫情總有是消散或者舒緩一天的 在舒緩的時候呢 市場會不會呢 又會借疫情是舒緩了 而擔憂它 它的增長是放緩 而當有一個藉口去塞它下去呢 那我個人就會直覺覺得呢 當塞下去的時候呢 使它的PSRatial是低了的話呢 那這個呢 就可能是重新考慮啊 甚至是重新加入的一個好時機了 基本上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去解釋Zoom這個股票呢 就暫時去到這裡啦 那如果大家呢 是喜歡我們的頻道 或者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那記得是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啦 那下次再見 要保存一下 使用的 無視個频道 嗯 不如你